留给您 请您开讲 外科的英文单词叫 它是来自于拉丁语 前边一部分代表的是手 后面的一部分是代表的做工 从这两个词的合成 我们能看出来 外科主要靠手去操作 所以我们外科也叫手术 手术在外科里边 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手术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 如果没有科技的进步 外科手术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 所以我们根据科学技术的进步 把外科也进行了化代 然后外科的再早的出行 可以摘述到两千多年以前 但是真正的现代外科发展 是近两百年的事 我们把这一代的外科也叫机器时代 真机器时代的进步 让我们带来了是有好的钢材 材有好的手术刀 有好的止血钳 等等这样的一些设备 所以外科也就在这个时候进行了发展 但是在19世纪的这个中期呢 我们还把这个手术也叫野蛮的手术 没有麻醉 没有止血 没有消毒 大家想想是一个非常粗造的 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 所以这一段的时间里边 我们也有非常著名的一个手术 我们叫死亡率 百分之三百的手术 是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外科医生 他做的一个节肢的手术 做得非常快速 就是很快地把这个下这个切掉了 切的过程中 把个助手的两个手指头 送遍也给它切掉了 而且呢 还有关墨手术的医生 意外看到这个出血太多了 心脏病发作 吓死了 这个助手呢 因为没有抗菌素 所以他得了破伤方 也死掉了 病人呢 因为出血 不幸离开 所以在这个机器时代呢 虽然我们外科是有进步的 但是呢 因为还是没有这些技术的成熟 所以让我们还是觉得 外科手术是一个非常粗糙 残暴的 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外科也出现了好的一些 像挡栏切除 外大部切除 解剖学的研究 等等都是在这个机器时代 出现的一些对我们外科 奠定了基础的一些技术 还有研究的方法 1900年血型发现以后呢 再加上电能的出现 我们进入了外科的电器时代 电器时代 也就指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这个时代里边 因为电刀的出现呢 让直血变得是非常容易的 另外呢 像抗菌素的出现 让无菌达到了一个 我们的基本要求 上个世纪的20年代以后 到80年代这个时期 外科的发展呢 是非常迅猛的 出现了肾移植 肝移植 心脏移植等等这样的一些 移植的技术 还有我们神经外科的技术 等等都是在这个时代 进步的 科学技术的进步 也带来了医生的工作模式的改变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三张照片 不知道大家发现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吗 人数是越来越少的 很准确 这三张照片代表的是 我们外科的三个阶段 第一张照片能看出来是 台上有四个医生 一个护手 这是我们肝脏一外科 常见的开放手术的一个场景 在这个一个时代里边 对我们肝脏外科来讲 像肝脏切除 逐渐地成熟 而且过去肝脏手术 在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的时候 很可能这个死亡率 都是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但是在今天 我们已经能看到 肝脏切除的手术死亡率 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一以下 这个是我们外科 在一百年之内 取得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 免疫移植剂的出现 让肝移植 肾移植整整移植外科 也是取得了一个可喜的成果 所以从最早的肝移植 死亡率非常高 降到最后肝移植 也是一个我们常见到的 正常的一个 临床常见的手术 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第二张照片是个 辅强镜手术的照片 能看出来台上是 三个医生加一个护手 减少了一个人 我们外科也进入了第三个时代 也就是信息技术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边 辅强镜作为一个 外科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出现在我们外科的视野里边 所以过去我们外科也常讲 就是一开刀 元气就伤了 这个元气是什么 其实元气就是一个 气候太大 对我们外科的病人 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创伤 所以辅强镜为了不上元气 因为它没有切断辅质机 辅质机是人体最大的 一个肌肉群体 在这个群体里边 可以是对我们全身力量的 一个发动机 如果是辅质机没有切断 这个病人的回忽 是一个非常快的 所以辅强镜让我们看到了 在病人能获得疗效的同时 创伤反应降到最低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边 我们国家也是走得非常快 作为八十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 我们非常荣幸地赶上了 外科的第三个时代 过去要做一个打量切除 很可能七天还在床上躺 但是在这个时代 因为出现这个工具以后呢 我们看到先天做手术 第二天下地 两三天再来出院 是完全可行的 当然这个时代里边 还出现了别的一些新型的 对我们外科有帮助的工具 像核磁共振 还有像CT机 等等这些 都是在这个年代产生的 这些工具的出现呢 让我们外科医生如虎添翼 当然呢 一个工具出现以后 到底能有没有派套的一些方法 这是需要我们外科医生去钻研的 所以外科的进步 一个是工具的进步 还有一个是我们临床仔细地观察 非常重要 再一个呢 就是一定要想通这个治疗的过程 治疗的这些基本的原理是什么 我在2001年02年的时候 非常荣幸地专门去做肝胆仪的 抚腔镜 这一个手术的抚腔镜中心 我到这以后呢 就是首先面临的 你要做简单的手术 很可能你的进步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们尝试着 看看能不能拿它来 去做肝脏的切除 当然在这个年代里边 我们没有很好的 想止血的工具 也没有派套的止血的方法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我进行了很多的实验 最后的发现就是 如果是在肝脏的外面 找到要切除区域的这个血管 我把这血管先处理掉 处理完了以后呢 我再慢慢切 出血的问题也解决了 切线的问题也解决了 所以在2002年的7月份 我完成了一粒手术 就是半肝切除的手术 因为肝脏要切一半 这个手术还是很难的 这一个手术呢 给我们带来的时候 出血量只有70毫升 我们想想70毫升 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出血量 这也是我们能查到的 国际上第一例采用 先阻断切除区域血管 确定切线控制出血 两个目的的第一例的 半肝切除的手术 所以这个病人给我们改了一个很大的信心 因为这一例手术的成功呢 我们把相同的方法 全部挪到肝脏的别的区域 后来这个抚腔镜肝脏切除的技术 我们做肝癌的时候 让小肝癌的五年生存率 能够提高到70%以上 这也是一个新技术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革 在2010年以后呢 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好的工具 就是机器人 让我们的手术更智能 我们把这一个时代 画到智能外科时代 第三张照片 台上只有一个医生 加一个护士 另外这个医生 在台下操作 因为一个新的工具 让我们产生了依赖新的手术 这依赖新的手术 带来的什么 带来的是病人的创伤 比原先要大大的降下来 有一个分析员 很不巧 医头上长了一个低度恶性的肿瘤 我们叫神经耐分泌肿瘤 其一个人都知道 乔布斯 乔布斯得的就是神经耐分泌肿瘤 但是这个手术呢 给他如果是按照 以沙子肠切除来做 他的职业生涯 可能就到头了 那一个手术 很可能这个分析员 再也怀不上蓝天上 所以他在找了很多地方以后 找到我的时候说 你对这个手术准备做 如果是要保险 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 一摄子肠切除 去做这样的手术 如果是要冒一定的风险 那就是用我们最新的技术 带他进行局部切除 加仪管修复 所以后来这个分析员 我们研究了很久以后 最后确定给他 还是采用了最新的术术 用机器人的手术 把这个肿瘤 完整地切除 切除了以后 我们在机器人的放大视野下 为两毫米这枚仪管 进行了修复 目前呢 它依然在蓝天上飞翔 我们的机械臂 机器人的手术 现在占的比例 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所以呢 我们国际上也说了 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的 肝胆营外科的机器人 体现的是中国功夫 智能时代呢 我们外科的发展 会走向何处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叫跨时空手术 为什么叫跨时空 时间其实是优先的 空是在后面的 时间完全可以把空间缩短 所以将来跨时空的手术 也许是我们解决 很多极端条件下的 最方便 最有利的一个手术模式 在2018年的 12月份我们在福建 在国际上做了第一例的 远程的5G通信下的动物实验 所以在50公里 相距的这个空间里边 我们进行了干液的切除 当然这动物实验呢 做得成功 也是代表着这个手术 有可能在将来的应用场景 是非常广阔的 远程的手术出现以后呢 我们在思考另外的一个问题 一个病人 如果是有三个病 准备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实验 2019年的9月份 我们完成了多点 协同的这样一台手术 代表的就是 我们将来有可能 几个医生 在不同的地域 会去完成同一个病人的 不同的器官手术的需要 这个的意义是一个非常大的 苗师好 如果未来时空医学 越来越普及的话 那么医生的工作地点 和工作的岗位 工作的医院 就不止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了 那这样的话 未来的职业模式 会不会发生变化呀 这个变化应该是指而可待 因为医生的工作的场所 过去都是限定在一个医院 但是因为新的这种 医学的进步 科技的进步 将来对我们极端条件下的 外科手术 很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变革 比如说像有地震 有远洋的手术 或者是像有边境的 或者是边缘地区的手术 那如果是几个外科医生 在不同的地域 他根本不用去 医疗带到那个点 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手术 所以智能时代 给我们带来的外科的进步 很可能会实现过去 不可想象的一些手术 给我们更多的患者 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健康 我作为一个医生 非常信用 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外科的事业 能够在新时代 蒸蒸日上 更好的外人来服务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掌声感谢刘主任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业 植物不易改善神圈法力 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业 邀您继续收看 开奖了 谢谢各位 请坐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这个开奖 知道我们有了这样的 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并且有这样一批医生 愿意为了未来的发展 继续去努力和开拓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个人心里 都会觉得踏实的 所以在您开奖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网友 我们的云端观众 发来他们的小纸条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特别有意思 刘主任您好 请问您对于当代很多年轻人 身体一难受 就上网瞎搜 越搜越害怕 越搜越害怕 最后并没有得啥 自己把自己吓个半死 有什么样的看法 在医学教育里边 我们有一个病 叫三年级病 第三年学到病理 老是讲什么病 就觉得自己得什么病 很多的 连医生也有 连医生都有 所以在网络上的这些知识 可以普及 但是不能拿来看病 有的时候相近的症状太多了 但它最后体现在的疾病上 可能是千差万别的 到底有没有病 你这个还是要相信 专业的医生的判断 对 今天的中国提出了 健康中国的战略 执行这个战略 不光是医生 也有我们每一个人 刚才刘主任讲的 所有的这些新的技术 所有这些 他们在手术上取得的成功和进步 这在未来 可能使得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健康的关注 都和从前不在一样 所以 期待着有这样的医生 期待着有这样的技术 但是更期待 所有的人 能够把自己的健康 放在第一位去关注 再次掌声感谢刘主任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谢谢 谢谢 谢谢方老师 下一期开奖 再见 他是全球完成机器人肝胆仪 外科手术最多的外科医生 拥有一双千里手 掌声有请 刘荣 肝脏大小大概是多少 肝脏是最大的一个 十字器官 肋骨靠胸部以下的这一片 都是肝脏的外症 远程5G做手术 或者说现场用机器人去做手术 你有什么担心吗 安全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延迟 我们能不能做太空的手术 技术上是可以 但是食言是不允许的 中世纪外科医生的主意是什么 这道题目我是知道明确答案 而且其实这个有一个标志性东西 直到今天大家都还能见到 正确答案是理发师 所以现在呢 外所谓理发店门口的那个转的 红蓝 你转转转 它就是代表的是笨蛋 我听到故事版本说那个红蓝丝带 象征着动脉和静脉 都一样 医生只是你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真正守护健康的是你自己 所以智能时代呢 给我们带来的外科的进步 很可能会实现过去不可想象的一些手术 比如说像有地震 有远洋的手术 或者是边缘地区的手术 几个外科医生在不同的地域 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手术 我也希望我们的外科的进步 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健康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